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本频道。 在人工智能、制图平台Mate Journey和Dol E2火爆的背后, 很多不依赖人工智能的大型网站, 例如自由职业者平台、素材库网站、POD按需打印平台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以知名的商业素材网站Shutterstock为例, 为了保证签约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权益, Shutterstock禁止上传由AI生成的画作内容。 不过,这不代表Shutterstock会放弃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Shutterstock在保留原有业务的前提下, 和OpenAI、LG公司合作, 接入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制图模型, 让用户可以自己生成图像内容。 相比之下, Adobe旗下的Adobe Stock素材库对AI的态度则要激进很多。 Adobe Stock允许任何人上传AI生成的图像, 并可以用来出售赚钱。 此外, 自由职业者平台Fiverr也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威胁, 并在第一时间添加了一个名为AI Artists的分类, 也就是人工智能艺术家的板块, 用于发布各种和AI相关的服务。 进入该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 相关的服务种类和交易量都是非常高的。 对于按需打印平台来讲, AI生成的图像非常适合作为设计素材。 很多网站也向用户提供了商业授权许可。 也就是说, 你只需输入一行代码, 就可以设计出一件服装, 并在各大POD平台出售。 随着Me Journey V4版本的问世, 普通人已经可以设计出各种精美, 富有想象力的画作。 对于很多使用传统方法作画的艺术家来讲, 无论在效率还是想象力方面, 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完败于机器人。 因此, 人工智能是一场技术升级革命, 会很快颠覆传统大型网站的运营模式。 作为网络营销从业者, 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各种由人工智能带来的赚钱机会, 并抢跑AI赛道。 今天, 我就为大家介绍三种利用人工智能绘图工具赚钱的方法。 一, 在Fiverr出售服务和画作。 使用过Me Journey或者其他人工智能绘图服务的用户, 都会有以下体验。 如果无法设置正确的描述文字, 生成的图像内容就很难达到自己的预期。 因此, 很多新手都会在自由职业者网站寻求帮助, 或者雇佣AI绘图高手帮其设计图像。 例如, 我们可以发布一个名为Make and Upgrade Anime Art的服务, 也就是帮助新手绘制动漫图像赚钱。 登录到Fiverr卖家账号, 分别添加任务封面, 描述文字。 你只需按照买家要求, 使用制图工具为其设计出精美的图像, 就可以获得每单15美元的报酬。 我已经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解过Fiverr服务的发布流程, 大家可以点击下方视频观看。 此外, 你还可以发布一个名为Turn Your Photo Into Cartoon, 也就是图片转卡通的服务。 你可以使用Make Journey到E2完成图像的生成, 或者使用任意的AI工具, 上传需要转换的图像, 一键即可完成转换。 该服务可以带来每单10美元的收益。 二, 向素材库出售作品。 Shutterstock和Adobe Stock都是世界知名的素材库网站, 摄影爱好者和设计师可以在此类平台出售自己的作品赚钱。 然而, 随着AI绘图软件的发展, 此类网站的经营模式正在受到前所未遇, 有的挑战。 尽管Shutterstock不允许人们上传机器生成的图像, 而Adobe Stock却允许拥有授权的创作者出售自己的AI化作。 现在, 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通过Adobe Stock赚钱。 首先, 进入Adobe的官方网站, 搜索Generative AI Content关键字。 我们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条款和注意事项。 Adobe的条款非常多, 我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 你必须拥有完全的版权, 也就是经过使用网站的商业化许可。 二, 不可侵犯他人著作权, 例如用软件重新生成龙珠原创人物孙悟空。 三, 作品不可和现实商标, 名人, 地点重复。 提交基于真人作品的时候, 必须经过本人的授权。 简单地了解了条款后, 我们就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了。 首先, 使用自己的Google账号登录。 进入到后台, 点击上传你的作品。 右侧会出现一个选项, 该图像由人工智能工具创作。 勾选该选项, 分别添加关键字, 描述, 点击右上方提交按钮。 审核完成后, 你的作品就会在Adobe Stock上架, 如果有人购买了你的画作, 你就会获得收益。 三, 通过按需打印平台赚钱。 以RedBubble, TeaSpring, Printify为主的打印平台, 都允许用户使用自己的AI作品设计服装和商品。 以RedBubble为例,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 并制作成贴纸, 壁画, 服装。 现在, 我就为大家简单演示一下操作流程。 首先, 注册一个账号并登录到后台。 点击头像, 选择Sell Your Art按钮。 点击Add New Work, 并上传一张图像。 然后, 系统就会把这张图像应用到各种商品上, 包括手机壳、 抱枕、 服装、 鼠标垫等。 你可以选择任意一种商品, 分别调整图像的位置、 尺寸、 背景颜色等。 然后, 点击保存按钮。 完成了商品的设计, 你还需要完成店铺的设置, 并添加收款方式。 关于Redbubble的操作方法, 我已经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解过,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观看。 完成了基本设置, 你的商品就会显示在Redbubble商店。 只要有人喜欢你的商品并完成购买, 你就会获得一定比例的佣金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在哪个按需打印平台销售商品, 你都要使用自己的原创作品。 因为, 未经商业授权的图像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除了今天介绍的几种方法,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还非常广泛, 赚钱的机会也很多。 小微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为大家介绍更多的方法, 欢迎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